当儿时年画纹逐渐消逝 坚守者用匠心坚守画板 你说我创造了一辈子 不同的年画风味 不同的寓意祝福 我们现在保留下了一个门身画 然后那个门身变成民经 拿大刀像 保卫家乡 用这种旧的形式来宣传一些抗日战争的 这样写的年画 年画在时代中变迁 未来允许更多人传承 年画只有在时间的积累中 才能体会到它展现的美 这种工作需要学一辈子 这也不是一门 就能学到头的功课 这个艺术的东西 干到老学的了 我就一辈子也干 我就想 干上的名堂来 我就好好的在里面 我就不想别的 本期新时代物语 追溯年画的奇妙之旅 带来体会年画里的各种味 新事业新观察 新思辨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时代物语 我超同 年画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 和春联一样 起源于门身 新中国成立之后 至今出版的年画称为新年画 在收藏界新中国各时期的年画精品 是投资的最佳品种 其价值不可小觑 比如2006年中安太平拍卖的一集 新年画选集 其成交价高达一万六千五百元 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 仍然有不少人进耕于年画的创作 当然了 在年画当中 很多人也能够找回 从前的记忆和情怀 创造了一生一世纪 这些木板 到后来我怎么能 集成在这身上 到那时候 现在又能执行 我做计划吧 不一定 我把眼泪毙了 我不知道 你说我创造了一辈子 我一辈子就先想 就是长眼没有人 我要老现在不好受 我不用忧 我不好受 杨洛书老人的眼泪 让人心为之一颤 记忆里的年画 就是一张画 带着俗气却欢喜的 大红大绿 门神门神骑红马 贴在门上守住家 门神门神扛大刀 大鬼小鬼进不来 这是一首在中国民间 流传久远的歌谣 而歌谣里说的门神 就是年画 年画是深受人们喜爱的 一种独特的绘画样式 大都用于新年时张贴 内容称以极香喜庆的美好事物为主题 含有祝福新年之一 每逢过年 人们便会把年画买回家 贴在大门上 屋门上 中堂上 窗户上 所以人们是带着两种心理 一种希望 一种禁忌 来过的这个年 所以过年的两个主题 一个主题 就是迎福 人间的团圆 亲情 另外迎接 祈求 好的东西 新的一年 来得更多 更美满 这是一种心理 还有一种心理 就是拒绝坏的东西 不需要坏的东西进来 所以对于好的东西 人们在年画的表现 就用了这种 各种吉祥的图案 来表现出来 民间传说 造王爷 是于荒大帝 派到每户人家的 一家之主 他的职责 是了解人间善恶 每年纳于二十三 都要上天去汇报 为老天爷赏善成恶 提供依据 于是 每到祭造的时候 人们先把旧的造神像烧掉 到了年三十 再换上一张新的造神 迎接造王爷 从天庭归来 过年的时候 更多的心理 是要通过自己 创造的神来表达 神像来表达 比如说造王 也是自己 比如门神 也是自己创造的 这些神像来表达 比如说我要 想拒绝 不好的东西 进来 我在门口贴个门绳 是吧 比如说我要希望 我的这个生 这个家里养的 这个 这个 这个生口 是吧 家族 能够 那个 那个 能够 能够 健忘 是吧 不生病 那么我会在 牛棚 马镇前面 要贴一个牛王 马王的一个身 地血与祈福 是农耕社会中 人们最基本的 民俗心理 由于灾难的威胁 远比锦上 天花的福分 更为人们关切 所以最早 进入年俗的年化 是作为 神灵崇拜的 纸马 最早有名有姓的门神 叫做 神书玉律 他们来自 山海经历的 一个故事 据说 东海有一座 陶都山 山上有个鬼门关 有叫做 神书和玉律的 把守关口 防止鬼怪 到人间做坏事 后来 这个故事 在民间 广为流传 每到过年 人们就在 大门两旁 贴上门神的画像 以此 保佑家人平安 因为那时候 人们生活很简单 他最大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平安 不要生病 不要着灾 不要什么天灾人火 不要这些东西 有这些东西呢 他要要求一种 超自然的力量 来保护它 年化出现门神 最少年化出现门神 我国的雕板印刷 兴于堂 圣于颂 最初主要是应用于 佛教经书插图的制作商 渐渐的 明间木板印制的 纸码开始流行 在征则端的 清明上河图中 十分清晰地 描绘了 纸码铺的形态 在今天 开封的清明上河图中 人们仍然可以看到 木板年化的踪迹 这表明 在宋代 以木板印刷的神灵 就已出现 由于年化 大多是一年一更新 很少有人保存 或使用多年 因此很难从实质上 找到它的准确历史起源 据于年化市家 范氏族普及在 明永乐二年起 先祖范永龙 金画武 是从山西红豆 移居而来 并在远五强县城 南关经营 起了东大兴老画店 丢印工艺 随移民来到五强 其产品大量返校山西 从而促进了 五强画业的发展 这里年化发展到 清代康熙嘉庆年间 达到鼎盛 据记载 当时县城周围 有六十多个村庄 上千户作坊 从十年画业 清除规模较大的画店 有天玉和 万兴横 宁泰 太兴 号称四大家 其中宁泰一家 在南关的店铺 故宫多达三百余人 当时全县一百零八个村庄 都有人数不等的草画业者 亦是成为了当时我国北方 最大的画业中心之一 北方的年画产地 五强恰恰是在中心 这个中心里的中心 它北边是杨柳青 南边是朱泉镇 它的西边是平雅 是林芬年画 它的这个东边是杨家铺 它正好是中心地区 我们看这个年画的意识上 五强的南关多重要 每年秋末冬初 各地画上云及南关 选样品或大车小量的 把年画越往山西 陕西 茶随 河南 汉口 山东等地 各画店多有常年客户 每年来五强订货时 店家管吃管住 还有些人专门为客商与画店 隐形打桥 由店铺付给报酬 逐渐形成了一种职业 当地人诙谐的称之为千狗 有些人专门外出饭画 将画送往各地的批发装点或画室 还有一些农民大帮结伙 向画店奢画四处贩卖 清末民初时 全县一百多个村庄 有数千人外出卖画 足迹遍及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 直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五强人外出贩卖年画的现象 依然盛行 五强县孙庄乡 庄户头村的王柱子老人 年轻时就曾以长途跋涉 远到山西贩卖年画为生 二众一败他 一说 这是道法天门镇 日法天门镇 落成岛海融洽 不好 阳门碰见小春桃 混天后到岳山 手持金融道道 其里其能争过菜的桃红网 你甭看别的 你得看看这皮毛 我不是 杨正挖了这一边 就开始卖 开始卖地 接了块 地区接了块 接千块 找找千块 你就能够买 明清时期 市民阶层的兴起 和城市文化的发展 带动了小说戏曲的薄星 进而促进了 版客插图的繁荣 版客的发达 又大大推进了 民间年画的制作 明清小说中 图文对照的形式 深受民众喜爱 被仿效于年画制版中 一些典型题材 如一团和气 八仙庆寿等 在此时 已趋于定型 而当时日益成熟的 豆瓣拱花技艺 也被年画艺人所采用 使得年画的表现力 更为丰富多彩 当儿时年画纹逐渐消逝 坚守者用匠心坚守画板 你说我创造了一辈子 我一辈子就先笑 你说当下没有了 我要了先保 不同的年画风味 不同的寓意祝福 我们现在建设保留下了一个门身画 然后那个门身呢 变成这民经 拿大刀项 这个保卫家乡 用这种旧的形式呢 来宣传一些这个抗日 抗日战争等等 这样写起年画 年画在时代中变迁 未来允许更多人传承 年画只有在时间的戒类中 才能体会到它展现的美 这个艺术的东西 感到老许的 本期新时代物语 追送年画的奇妙之旅 带来体会年画里的各种味 到了明清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发展 它明清发展一个 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就是说第一 它是进入到一个彩色阶段 套版印刷 一个彩色阶段 第二 它就是当时文学书籍的插图 明清小说的那些丰富 它那个题材的丰富 很多就是进入到年画来 我们现在知道的 很多戏曲的故事 很多明镜神话的故事 都是从明清的时候 它的一些戏曲表现形式 它的一些文学书籍的 一些表现形式里面 借鉴过来的 年画的几个最重要的创作基地 天津杨柳青 山东围方杨家簿和苏州桃花屋 在明代均以俨然成势 有了较大的规模 各地年画的风格虽有不同 但制作流程基本相似 一般都经过四个步骤 起稿和定稿 画师用白描法在毛边 或薄棉纸上画出现描稿 画稿水平的高下 直接关系到棉花的质量和销售 很多画铺往往高价延请名家绘制 雕刻墨线板刻工 将画师的定稿 用粉糊反摘爆屏的梨木或枣木板上 留画稿 墨线剔除留空白处 完成墨线板 我们工作当中要通力合作 其中有一个记号 那么我们就 刁板就按照它勾募要分的稿子 一张画 它分多少块 然后我们就掉多少块 往来按照它 不能走样 至少是一点不能一层差错 当然说用材质的关系 因为它是有毛笔 我们是用刀工具的关系 材质的关系 但是如果真的我们这样自己讲 我看到几千里有个体会 是不是那个大刀近似 它是相似的 但是有一点 神形是不能走样的 一张画它的形状 它的神采 神是不能走样的 雕刻豆板 画师将墨线板印出的画样 点出颜色 刻工在按点出的不同颜色 刻制出用于彩色套印的木板 一般为五块上下 这些彩色木板 形自人们陈设用的五色小柄 形状各异 堆砌拼凑 犹如豆丁 故称豆板 豆板技术 最先流行于明代 万里年间的安徽民间 是中国独特的木板 彩印技术 最好是刷印 刷工将每幅画的 墨线板和豆板 准备齐全后 开始将数百张旋纸 压在刷印画案的固定位置上 给木板上色 随后将纸覆盖在板面上 右手用毛刷 磨蹭板面上的纸 刷完线描稿后 再换不同的色板刷眼 一小色块到大色块的顺序 叠加刷印 直到一幅套色年画全部完成 苏州自古为东南明郡 唐宋以后商业更显繁盛 至明代时 已成为工业商业繁荣 人才汇翠之地 苏州同时也是无门绘画的中心 年轻时期的板刻中正 民间美术特别发达 涌现了大量优秀的文人书画家 以及职业画家 画工和雕匠 这一切催生出了精美的 苏州桃花屋年画 到清代雍前年间 苏州年画生产达到顶峰 画铺有数十家之多 年产量达百万丈以上 流风所及不仅影响到 扬州 南通 上海 吴湖等周边地区 一些畅销年画 常被翻版复印 摩刻 仿制 流传海外 至光绪初年 印制贩卖年画的日益增多 逢年过节时 则销售更旺 方圆百里之内 店铺林立 人来车往 连带附近的酒家茶楼等 皆坐无虚席 他表现的就是 城市文明生活的一些东西 也就是说外国人 带来的新景象 新变化 就是说360行 各种各样这种行业 新的行当 对吧 然后比如说 像新的公共空间出现的 这种新的新式公园 比如说火车的远镜 像这种完全表现的 新式生活的那种东西 杂技 马戏 自古以来就深得 老少观众的喜爱 这幅制作于清末的年画 玉圆把戏图 展现的几位中国传统杂技里的 高空行走 顶碗 顶人等绝火 不过今天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 荣训兽 杂技 魔术 小丑现异于一体的马戏表演 却起源于西方 并在近代传入中国 乌口通商之后 就有一些西方流浪艺人 将马戏引入到各大港口城市中 成为那个年代 时髦人士追逐的对象 其中最富盛名的 就是车利尼皇家意大利马戏团 其演出水准 规模 新奇度 为各种翘处 无人能出其有 1882年 1886年 1889年 车利尼马戏团三次助演 精彩的表演 不仅成为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也成为小说家画家们的创作灵感 吴有如在观看了1889年的演出后 创作了直上干销的新闻时事画 刊登在点时摘画报上 年画商们也不时时机地 推出了类似的作品 这幅由文仪摘出品的 西国车利尼大马戏空中悬神大战 将多个表演节目融会于一个画面中 使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 十分传神 而这幅年画呢 又恰恰是用了最传神的笔触 把一百多年前 一个表演场景定格下来了 而且可以说是 他的整场演出当中一些各个精彩的一个场段 就定格下来了 使我们能够在一百多年以后才能知道 他当时表演的是这样一种形式 我们当中会看到他的很多就是说 他的摔马戏站在马戏上面的 然后又玄城大战 这是最经典的一个场景 然后呢 还有就是两个人在上面接手 这个也是最惊险的一个动作 特别是其中有一个驯马的一个教师人物 这个人据我们现在考证 这个应该就是特里尼 他是意大利人 他是一个当时世界上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马戏家族 清帝退位民国建立 这些翻天覆地的大事 有时却会以极其戏剧性的方式出现在年画上 比如这幅1912年的末代皇帝阅历图上 末代小皇帝溥仪端坐在摄政王载丰淮中 两旁的大臣中竟有来自大理寺 汉民院宗人府 光禄寺等旧衙门 也有游船部 民政部 陆军部 农工商等新设机关 阅历牌的正中还写有天下太平的字样 实际上不过两个月后 末代皇帝退位 清王朝宣告覆灭 比如说攻打北京 末代皇帝那个回逃走 像这种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 没有出现过的场景 它也出现了 这也是年画当中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 老百姓的心理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说老百姓表现这种东西 往往喜欢的是什么 喜欢的就是说大富大贵 然后喜欢的是完整的结局 当儿时年画纹逐渐消逝 坚守者用匠心坚守画板 你说我创造了一辈子 我一辈子就先笑 你说早呀 我要让些不好 不同的年画风味 不同的寓意祝福 年画在时代中变迁 未来仍需更多人传承 年画只有在时间的积累中 才能体会到它展现的美 这些艺术的东西 感到老学的 本期新时代物语 追溯年画的奇妙之旅 带来体会年画里的各种味 这些年画中不仅有展现大事件 大变革的作品 也有不少反映新兴市民生活的画作 如360行中的看西洋镜 西鸦片 修角 算命等 人物表情丰富 动感十足 如新出一场实景 市景各业等等 这些画作不同于传统年画 对农村风俗的描绘 而是将着力点放在当时出现的 种种新细项 新事物上 充分适应了新涌现的 市民阶层的趣味 更有意思的是 这些画作不仅在题材上读书一致 还往往从旁配有 解读画面的注释文字 这些文字细细推敲 不但读来亲切有趣 也为我们了解那时的方言特色 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当时类似清朝世界十帕七 新可稀奇一笑图 这样的幽默讽刺画 颇为流行 美副画描写了一个俗语 有时还配有较长的文字说明 来解释俗语的意思 民间年画来自民间 被赋予了承恶扬善 尊宠良赞美勇武的主题 在为底层民众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 也起到了激励奋发的作用 年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 存在并得以不断的发展 是因为它的观众多 社会需求量大 而年画内容很丰富 形式也很多样 这是其他任何画种 都无法比拟的 所以年画真实的反映着 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 政治世界和生活情趣 而在我们的近代史当中 年画则被当作武器 投入了中国革命的浪潮 特别到这个晚期年画 对于一些这个国家命运 的一些关心 一些关注 昨天这十四年画特别弱 这个在早期年画是没有的 早期年画呢 选风天雨雨顺 天下太平等等 但从不洋天战争以后呢 这和这个社会动荡 民族这个前途 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武器年画 就是这个反映着 但是武器年画作为一种 实施这些题材 接下来可以构成一个 现代史这样一个序列 可以构成现代史这个序列 包括一些这个 变法改革 出现了女学堂 到了这个辛亥革命 南北分裂 军阀混战等等 一直到抗日战争等等 这些东西都在年画里边 有着非常突出的反应 抗日战争爆发 日口集中平原 烧杀抢掠 许多珍贵的画板毁于一带 众多画业作坊相继倒闭 不过之后 许多有造诣的美术家 开始对年画进行研究和运作 当时即使是在旧式的大头神上 也刻上了醒目的抗战标语 1942年5月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 会后 毛泽东又向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生 发表讲话 号召文学艺术家们 走出小鲁艺 到大鲁艺中去 当时以前很多版画家 他们要跟古元呢 像立群呢 他们很多当时的版画家 他们要跟年画搞年画的人学习 因为那是老百姓热爱的 他创造完以后 老百姓才喜欢 他才能把他的思想 通过老百姓喜欢的形式 传达给老百姓 然后起到宣传革命的这个作用 我们现在我们建设保留下的一个门 门身画 上面就有标语啊 打日本就中国 然后那门身呢 变成个民兵 拿大刀线 这个保卫家乡 等等的 这是利用这种旧的形式呢 来宣传一些这个抗日 抗日战争等等 这样这样写起年画 一位外国学者 在论述中国革命 之所以取得胜利诗写道 可以说 在诗字率很低 普及教育不完全的社会里 以年画的方式推行政策 确实具有相当的效果 而在之后 年画也成为一种广告宣传的重要手段 年画下方会有一个空白边框 用来写商号 而像这种阅历牌 其实也是年画的一种 从年画的立画 到阅历的隐退 再到广告的介入 月份牌的内容 以及艺术技法 也经历了一个 从传统题材 向摩登发展的过程 我叫希望 是一名九零后 土生土长的天井孩子 现在在阳光景画社 学习课本技术 希望说 他记忆里 只要一天年画 就知道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他从小就对年画 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他流畅的线条 古古的色彩 浓郁的生活气息 都深深吸引着我 但仅仅是上手 我就没日没夜地 练了三个月 从刚开始认识林木 到学习摩岛 再到用拳岛 在废幕板上练习课线 让我一步一步地 加深了对年画的认识 希望说 年画已经过了 他的鼎盛时期 因为现代绘画方式 和技术手段越来越多 所以年画逐渐淡出市场 或者说换了一种方式 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比如把年画的图案 放在这样的抱枕 手帕 扇面和钱包上 其实不管年画如何变迁 他都会在年关将至的时候 以各种形式 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因为他毕竟是中国人 在年节上做的一个 上千年的美梦 爱他的人 必会用一生去创作他 年画只有在时间的戒类中 才能体会到他展现的美 这种工作需要学一辈子 这也不是一门 就能学到头的功课 年画在任何地方都能用自身的力量和文化 在年俗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张张年画曾陪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 新桃换旧服 等到年画旧了 年也跟着旧了 新的日子又来了 所以我们常说 年画是中国的 是民俗的 年画也是童年的印象 故乡的味道 是祖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 时光流转 古老的年画 似乎已经逐渐淡出城市人的生活 但那份曾经的唇厚回味 似乎越发让人怀念 所以今年我想重新把年画贴起来 一起回味小时候的年画 好了 也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新世代物语 我是好童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